李先生,有沒有來過這裏? 這間香港茶餐廳很出名的 以前書展去灣仔會展 還在金字經廣場拍照 但是第一次來這裏吃東西 這裏的點心很出名的 嘗嘗嘗嘗 好啊,這裏這麼多人光顧 食物一定不錯 那我們叫食物吧,麻煩 要些甚麼呀? 麻煩,拿個餐牌來看看 你喜歡吃些甚麼點心呀? 最喜歡吃燒賣和腸粉 珍珠雞,馬蹄糕,鳳爪 我也很喜歡 麻煩,要龍燒賣和一碟腸粉 有沒有蘿蔔糕和珍珠雞呀? 有,還要些甚麼呢? 夠啦,不用點,馬蹄糕啦 我怕,吃不完呀 好,喜歡吃粥呀? 喜歡,我好久沒吃過粥呀 有沒有盯底粥呀? 不好意思,賣光 皮蛋瘦肉粥,好不好呀? 好,麻煩 麻煩,你們的點心 麻煩,你們的點心 麻煩,慢慢吃 麻煩 你試下 看看好不好味 哇,好正呀 爽口彈牙 下次再請你吃馬蹄糕啦 下次輪到我請 你喜不喜歡燒味呀? 都幾啦 那下次我們一起去中環吃燒味啦 我喜歡油雞多些 你呢? 我也是 不過以前我喜歡燒味多過油雞 你喜不喜歡叉燒呢? 喜歡,不過飯堂的叉燒不好吃 味道一般 飯堂是這樣的 不過大學茶樓都挺不錯的 上次我們去樓浮山吃海鮮 多好呀 什麼時候我們再去呀? 換過別處啦 下次我們進西貢 其實香港的小食 都很多的 奶黃包啦 剛炒牛河啦 如果 再加上油炸鬼 就更加好啦 對了 說起包 為什麼有隻包 叫做菠蘿包呢? 是不是菠蘿造的? 不是 包外面是脆的 樣子像菠蘿 就叫菠蘿包 加上牛油 就是菠蘿油 難怪 這麼多人說香港是美食天堂 果然不是只有名字 是啊 香港人有口福 好 你以後 大把機會啦 金鋪我請 那下次 食蕭美 我請 好 有空 再出來喝茶 早茶 還是下午茶 隨便啦 封鐺 你好 還ots 再吃 喔 好 夠 醬